我叫豆豆,是杰瑞的同桌 杰瑞说他刚搞定高富帅同学 再把王小豪打败 就没人能跟他抢了 唉,什么嘛 人家高富帅同学是自己转学的好吧 王小豪,今天我们来快问快答 谁答不上来谁就输 豆豆,你来当裁判 输了的人明天不许来学校 呃,谁怕你啊 呃,好吧 我先来,一颗心只多少钱 呃,只一亿 因为一心一意 一比零,该你了,你来问 好,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 呃,哼,这都不知道 冰淇淋啊 去,什么不问题啊 一平,现在该我了 唉,停停停停 你们俩这么比下去,不会有结果的 这样,我来问,你们俩抢答 好,没问题 开始吧,豆豆 有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 哥哥的屁股有个质 而弟弟没有 但即使这对双胞胎穿着相同的衣服 然而有两个人 可以立刻知道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这两个人是谁 好好好,这还不简单 这两个人是他们俩的爸爸妈吧 啊,不会吧 豆豆,小豪不会答对了吧 嘿嘿,看我笑笑杰瑞 唉,很遗憾 杰瑞哥哥 小豪的答案 啊,别说了别说了 就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是错误的 唉唉,杰瑞你怎么走了 答案不是爸爸妈妈 是他们俩自己啊 唉,我叫豆豆 是杰瑞的同桌 杰瑞可真是的 自己赢了都不知道 这下好了 明天圣诞节 看他怎么被小豪嘲笑